有种时候看我在给这个番茄试肥的时候 会用到氨基酸原粉这样的一个肥料 然后就问了这个氨基酸原粉和我们平时用的 冲湿肥氨基酸那个肥料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实际上这两个没啥区别 就是成本不一样 说实话首先咱们说评论咱们买这个氨基酸 这个冲湿肥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它是拿着厂家生产的氨基酸原粉 然后加上水进行搅拌 然后再加点增抽剂 看着黏糊糊的 这样是不是看着给氨基酸多一样 就制成了 一般呢市面上的氨基酸原粉 那个冲湿肥一般是10%的含量 而我用的氨基酸原粉呢 是直接从原料厂家去买的原粉 就是说生产这个冲湿肥的厂家的上游去买的 一般氨基酸原粉一般含量是30%到33%这样的一个含量 然后这个价格呢就非常美丽了 一般就是相当于用氨基酸充施肥这个的成本的五分之一 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说比较划算 你想我们这个施肥的话 不是说一个季节啊 用个两次三次 而是什么呢 只要我去充施这个 蛋链甲肥料的时候 都要加上氨基酸原粉 因为氨基酸呢 它起到一个复根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 它能提升啊 这个作物 根系的一个生长环境 提升呢 作物的抗泥 好比说抗汗 抗寒 所以说呢 使用氨基酸肥料的情况下 如果买到原料 全部是低的情况下 不要说一个季节用几次了 只要你用化肥的时候 你就加上氨基酸原粉 增产 提升品质